秋華大學 張敬二 張老師 張教授 請 兩位委員 在座各位親人大家午安 大家好 很高興有機會來參加這場共定會 因為長期做住宅方面研究 先想要你一點清楚的是 我們社會住宅的目標並不是興建社會住宅的數量 我們社會住宅的目標是在幫助弱勢家庭的負數 多少個社會家庭的負數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看到現在住宅法裡面 其實真正社會住宅之後 有多少個是給弱勢家庭呢 按照法院現在是30% 換句話說 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其實領多在30%是給弱勢家庭 當年都包括社會弱勢給經濟弱勢 換句話說 70%的不是所謂弱勢家庭 那我們這樣花很多錢 結果幫助了只有30%的社會弱勢家庭 這個弱勢家庭的話 那這樣的補貼方式大家覺得不合呢 這是我第一個想要質疑的 因為我覺得現在大家一直在聚焦在 我們要興建多少社會住宅的戶數 所以蓋了很多戶很多戶 如果戶數不夠就想辦法加戶數 可是不管對象是誰 這件事情 我想這是一個最大的一個質疑點 今天主義剛剛在講稅幅減免 講到稅幅基本上是住宅補貼的一環 住宅補貼裡面重要的就是效率跟公平 我們看到這樣的講法以下 大家看到現在因為社會住宅太貴 所以想到的一些方法就是包含到房地稅的減免等等 其實住宅太貴的原因當然有很多 如果蓋得很豪華 不蓋得很大 蓋得不適合 根本若家人住不出去 結果都是非弱勢家庭住進去 其實這完全失掉它基本的成績 本末早智的事情 我覺得是蠻需要更大的關注 包含到租物市場的不健全等等 這些我剛剛講租金補貼到市場租金到如何 我們的實際上東2.0其實對租物市場的資訊 也都沒有完全健全 這些都是根本上的問題 如果沒有去根本解決 我們現在只是在這樣的房屋稅 低價稅的減免讓給社會住宅 我覺得是還有很多可以討論的空間 我剛剛提到 社會住宅當然講 如果我們要對這次的主題 叫防稅、低價稅的地方政府 減免的情況下 是對那個房屋減免 並不對家庭減免 反正其實並不是弱勢家庭 結果它也被減免了 你覺得哪有大眾的錢去減免這些合不合理 我坦白講 我並不太覺得支持這樣 換句話 如果住宅裡面是30%的弱勢家庭 那我覺得我很開心我很願意 因為他真的弱勢 他需要被減免 所以我們減免變成對象是對物 不是對人 可負擔是那個人要負擔 並不是物要負擔 結果蓋了很多房子 都不是弱勢在住的話 而且豪宅如果幹得比較好的話 結果你還減免他 好像怪怪的對不對 對 這在這個方法上 公平的情況下 好像不太對 所以我其實比較主張 是針對 假設住宅裡面的人士 弱勢的 那我們減免他的 這個 這個 怎麼樣 就是他的 這個稅負減免 這是合理的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大家要想清楚 其實我們只拿大眾的錢 這個 保護稅家庭是地方政府的 那當中央定的法律 地方政府要買單 這個道理可不合理 那中央怎麼補助的地方 其實坦白說 這個比較好的方法 是拿比較有能力的人 來補貼 比較沒有能力的人 換句話說 有錢的人 或者很多房子的人 來補貼 這個原來沒有房子的人 或者沒有辦法 這個住到房子的人 那當然是地方政府 其實是 住在經濟股上 他沒有用到他的 他的錢 那就是這樣 我們來講 叫囤房稅 因為假設你對 比較有多的房子的人 課他比較重的稅 那他的錢 就可以增加出來 那他的稅去補貼 那個住在弱勢 住在弱勢的社會 住在弱勢的家庭的話 那樣的交叉補貼 才是比較公平的 如果拿我們大眾的錢去補貼 有70%不是弱勢的 那3%是弱勢的 那用大眾錢 那反而不是有錢的 他有沒有增加跟他 更多他要負擔的 這樣公平 換句話說 其實我還是比較主張 由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 因為 同房稅基本上 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要負責 因為稅率是中央政府可以去奠定 稅基地方政府都要去負擔 那中央政府可以用統籌方便款 要求地方政府 如果不做 我就補貼就錢少 從來不會錢少 所以地方政府就逼得他 他必須要做同房稅 那同房稅是 對有錢的人責任 對不對 他不是對一般所有人 都要負擔嗎 所以剛開始講 我們的核心是公平跟效率 公平跟情況如何 那這段事件 比較好的一種補貼的方式 交叉補貼的方式 這個想法下 我覺得 可能我們必須要更精準的來去承擔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覺得在這樣的 立法周延的情況下 如何讓我們強調 如果要求這樣逼得大家 社會住宅的弱勢家裡的百分比較提高 提到到百分五十 百分七十 真的應該這樣進行 這才是合理的 我們花那麼多錢 那些非弱勢 他可能可以市場上 做些補貼就可以解決了 他不應該佔稍微住宅的缺 對不對 所以要給這個弱勢人 讓我們這樣補貼才 才有幫助 所以我還是 一直在一再強調 怎麼樣讓這些補貼到位 特別讓有情人 多補貼到沒有情人的情況下 怎麼樣讓這個補貼到 弱勢家庭上 而不是這些房子 那我們今天最重要的關鍵是 如果我們能把社會住宅的目標 界定在幫助多少社會弱勢家庭 不要再一直強調在蓋多少 二十萬戶的這個房子的情況下 我想我們大概比較多找到這個效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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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